我们去提祈祷 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 你将你本圣经摆在我们当中 我们都更加多谢你 因为你在每一个时代里面 你都兴起了一帮热爱圣经的 无论是年轻人又或者是成年人 你让他们沉迷于你的圣经里面 你愿他们的生命 完全是被你的圣经所掌控 他们期待的不是生活里面的成就或者成功 他们期待着圣经里面每一个语言的成就 就算我们今天要读的《列王记》 虽然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 但是作者仍然是抱着盼望 他是沉迷圣经的一个作者 他是等待救主天国来临的一个信徒 帮助我们活在旧约的世界里面 也都通过《列王记》指向新约 现在回到来 在新约里面活出你宝贵的福音 再次多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 祝福我们一起研读这本不容易读的书 让我们有聪明智慧 真是可以拿捏到这本书的精髓 我们今天祈祷是愿望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旧日的讲座 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九个讲座 但是其实因为中间有一些讲座 是cover了两本书的 比如说《史诗记》和《路德记》是一次过的 而今天《撒母耳记》也是一个讲座 cover了两本《撒母耳记》上下 今天也是会是 所以我们第九个讲座 我们讲的是第十一本和第十二本的漫画书 旧约的漫画书 我们知道旧约和新约是不一样的 旧约是一个影子指向新约的实体 旧约是树的树根 新约是树干 旧约是羔羊 新约是十架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 今天我们最后的应用 就不是君王与国道 而是指向主耶稣基督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普通平时讲的配器话 因为这本书都挺复杂的 我们的题目是《堕落君王珍牌亡》 堕落君王珍牌亡 我们其实要看的有四十七章的圣经 非常之都颇长的 我想你看一下我这个 summary 的 picture 里面有些什么是特别的 这幅图画是和这个很重要的名字有关系叫Excel 我们去到《列王记》的最后期的时候 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是秘鲁 秘鲁先去亚述 接着南国是秘鲁巴比鲁 这个不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失败这么简单 而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惩罚 你明白吗? 所以有些人在说什么香港秘鲁那些 我真的完全听不明白 因为香港人没有跟上帝立约 香港人不是因为什么秘鲁 完全不拉奸的东西 圣经里面说的秘鲁是因为上帝和以色列人有纳约 而以色列人背约他们的罪的缘故 上帝不是政治 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在犯罪 以至最后去秘鲁巴比鲁的中间 上帝是兴起了另外一帮人叫先知 这件事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你今天打开你的圣经 我们传统我们的英文中文圣经就会说 我们的圣经的列王记是讲历史书 但如果你看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圣经 列王记是属于先知书 他们有先先知后先知 属于先先知书 我们都知道当中是有很多重要的先知 有两个你一定不懂的 以利亚和以利沙 上帝兴起的书 在整本书最后的问题 或者他在发布的一个问题 就是Gard Hope 我们还有没有希望呢 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 我们已经秘鲁巴比鲁了 你要知道 我们相信 写列王记的人是处于秘鲁的状态 而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没有第十三本 第十四本书的 他们在第十二本就停了 然后他都不知道有没有第十三本 就有没有出来 更加不知道有新弱这回事 他们在秘鲁的时候 说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是坏的 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坏的 是因为我们的罪 是因为我们的君王全部都是坏人 OK 问题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盼望 上帝是不是还是alive Is God still alive 上帝是不是还是活着 那么史诗记作者的答案就是 上帝当然活着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利亚以利沙的事工里面 你见到上帝活着 甚至他会说 你们之所以被老 是证明了上帝活着 如果上帝没有活着 你们可能不会被老的 你可能很开心地 在罪里面打滚 但是就是因为上帝是真实的 所以你们会被老 巴比雷 OK 你要看明白这本书 大概要知道一下少少 以色列人的历史 我们平时 如果你在听惯我们的讲道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圈 以色列人的历史 可以由阿伯拉罕开始 跟着阿伯拉罕的后代 就是以撒瓦角 约瑟的时候 去了埃及 跟着400年之后 就出埃及 于是摩西 通过摩西 是将以色列人 出埃及 要回去一个应许之地 但是摩西 就不是带他们 进去应许之地 加南 而是约瑞 约瑞入去加南 结果就是一团租 那个地方叫史诗记 跟着就开始 君王的王朝 如果你记得史诗记的主题 神学上的主题 是 哪时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 各人做自己眼中汉为 对的事情 其实耶和眼中汉为恶的事情 于是 其实judges 那个史诗记的主题 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君王 我们需要一个 好像大卫这样的君王 结果就 未做大卫 如果我们回去听听 他是在帮大卫买广告的 第一个君王其实是素罗 第二个君王是大卫 第一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第二个是上帝挑选的 焰义 大卫尽管是上帝挑选 他也是一个充满 在罪中打滚的一个君王 于是他全位给索阿门 本来索阿门应该是一个和平之君 他也是很丰盛 可以向上帝求智慧等等 但是你发觉 今天我们在《猎王记》里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索阿门的 他将以色列人带进了一个更加深的罪当中 因为以色列人的罪的缘故 上帝将以色列国分为南北 北国叫做以色列 南国叫做犹大 这两个国家本来应该是吸取教训 于是跟随着上帝的律法而行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当我讲生命记的时候 Deuteronomy的时候 我说生命记之后所有的书 都是建基在生命记上面的 当你去看《猎王记》的时候 那个君王好还是不好呢 是完全看这个君王 有没有遵守生命记里面的那些律法典章的 所以犹太无论是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太 都是背叛了上帝的律法 没有遵守生命记里面上帝对他们的教导 于是上帝使用亚术A国B国 A国亚术人就将北国以色列721年BC 即是公元前灭了 接着南国在586年公元前 被巴比伦人是灭了的 在他们灭国的前后 去巴比伦的前后 有三次的秘老 接着上帝应许他们有三次的回归 你不记得都要 你背书都要背了它 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你有了这个outline 你就看得明白圣经 你没有这个outline 完全看不明白圣经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但以理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但以理我们相信 他的书的第一章 说但以理很年轻 在宫中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被老的时候 但以理是第一批被老去巴比伦的人 他是一个才子 所以秘老 但以理书结束的时候 但以理书那时候已经是八十多岁 但以理书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出《狮子坑》那一年 我们相信就是第一次的回归 所以但以理书就是秘老和回归之间的一本书 我们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说一些了 但整个以色列人民 你看看 他们回归了之后 最后还有四百多年才到新约 他们回归了之后应该是充满盼望 应该去重建圣殿 重建耶路撒冷 接着去敬拜上帝 然而你会发现 去到回归之后 公元前四十五年 如果你看马拉基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不行的 于是他们仍然处在黑暗里面 他们正在等待天国的来临 他们正在等待他们的罪 可以得到射灭 这个就是旧约 所以仍然很黑的 他还有四百多年 耶稣才来的 我想你大概对这个timeline有个印象 所以我们由头到尾 我们不断看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我们九个月前 十个月前开始看的时候 我们先从《创世记》开始看 阿伯阿康的故事 我读一读就算了 《创世记》的主题是 《堕落》或者《创造堕落》 《救赎三部曲》 《创世记》是偶像之家逃生记 《尼美记》是圣洁君王保卫者 《文素记》是抗野中的大叛逆 《生命记》是深授割礼心内主 然后到了《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是《书剑恩仇进家南》 然后到了《史诗记》 进了家南和《路德记》 《乱世君王真救主》 两个都是和大卫王有关系的书 然后上一个月我们读的 就是《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是叫做 《永若上主三君王》 三个君王是一个是扫罗 另一个是大卫 但这两个都不是上帝最后拣选的君王 最后拣选的君王是第三个 是遥远的君王 大卫之子耶稣基督 我想带你去看看《撒母耳记》的大纲 这个大家应该都记得的 一个月之前如果你是在这里的时候 《撒母耳记》是说两个君王的上升和聚落 一个君王就是扫罗 大家都知道扫罗上升跟着聚落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原来大卫在整本《撒母耳记》里面 都是上升聚落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将《撒母耳记》一斩二 所以在《撒母耳记》一的时候 大卫都是好人 所以我们读大卫的故事 说到他很威风 说到他很好的 其实我们忘记了 你从整个故事来说 他是说大卫的上升和聚落 大卫升得很慢 但升了之后 一样是堕落 而且堕落得很快 所以整本书最终的盼望 不是建立在这两个君王的身上 而是建立了整本书里面 有三个大的认许 就是君王的认许 永恒天国的认许 这三个认许 撑住着整本书 一个在本书的之前 一个在本书的最后 一个在本书的中间 这三个认许是指向主耶稣基督 唯有主耶稣基督 才可以顶住整个撒母耳记 让我们的旧约 我们的旧约漫画书里面 还有盼望 这个是撒母耳记 我想你记住这个上升与聚落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上升的聚落 继续是延伸的 在列王记里面 我们看到第一 是所罗门的上升与聚落 你都更加可以看 整个以色列王国的上升与聚落 它上升到最高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圣殿 就是所罗门 第一他上升到他做了王 第二他建立了上帝的 就是有一个国 接着有一个圣殿 他建立了一个圣殿 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高峰 由那个高峰开始之后 所有东西都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高峰有点像 成就了亚伯拉罕的预言 如果你记得亚伯拉罕的预言 就是说 你的后代会成为一个大国 你的名会自高等等 当你看到所罗门 做了皇帝 当你看到所罗门建立了圣殿 奉献圣殿的时候 那一刻你说 哇 亚伯拉罕的预言 差不多成就了 这个就是整个 列王记的高峰 由那个时候开始 就并领万难 并领万难 并领万难 就是这样跌下去了 如果有人问你 列王记是关于什么 其实很简单的 列王记有五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就是列王记的架构 很简单的 是哪五部分呢 你现在这样看 你就很清楚了 列王记的第一部分 列王记上一至十一节 是讲着 所罗门的上升和墜落 待会我们会看多些 第二个部分 他墜落 墜落到之后 crash了之后 干什么呢 以色列国是南北被分裂 OK 有北国和南国 北国叫以色列 南国叫犹大 OK 各国被分裂 犹大 两个先知 以利亚 以利沙 OK 没有血缘关系的 不要以为两个都叫以利 什么 那就是 老爸 儿子 没有关系的 完全 耶和华差遣先知去什么 抵抗 那个坏的军王 OK 那就是 列王记上十七章 一直去到列王记下 很长的 OK 第八章 接着就开始讲 两个北国和南国的灭亡 以色列北国 OK 拜偶像遭灭亡 列王记下 九章二十七章 最后 连犹大国 犹大国是什么 是大卫之后 连大卫的皇朝 有少少复兴的迹象 如果你记得 你有读过 有两个军王是好的 一个叫希西家 其实他又不是好得了 他是坏的 希西家 还有另外一个叫 约书 约西亚 没错 约西亚 两个 两个是有一个复兴的迹象 但是复兴恨晚 就被中被老 那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OK 我想跟你每一段都很快看一看 接着因为我们最后要做一个查经 就是查第十三章 如果你读过我的交友站 你应该记得这幅图画 这幅图画是 讲着 这些圣经学者 将整个 所罗门的故事 是一章自首一章 是砌架构出来 原来这个架构很复杂的 ABCDEF EDCBA 其实简单来说 前后呼应 前后呼应 永远你看中间 这些前后呼应 都是通常是一个 这个叫什么 Odd number Odd number 是单数 OK 因为它要指向中间 有简单掉头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中心 当它这样排的时候 你发现它中心是F 它中心的F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所罗门是为法老的女儿建造圣殿 E就是包着所罗门为法老女儿建造 不是圣殿 即是他的皇宫 建造皇宫 前后夹着就是所罗门 建造耶和华的圣殿 如果你看回那段圣经 他建立耶和华的圣殿用了七年 但他建立法老女儿的皇宫 建造了十四年 你说他注重哪个厉害一点 原来由头到尾他都是贪爱爱帮的女子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和鬼妹结婚 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的问题 问题是这些人将其他的神明带入了他的世界 如果你甚至去看整个故事 所罗门登基的故事 很多东西令你很不舒服 大卫和他说得很好 你以后要忠于上帝 下一句就是杀了那些人 你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忠于上帝 上帝会照着你 下面就说 不过有些人我帮你搞定他 你要搞定他 那你已经开始 第一次读 列王记都觉得 究竟大卫是中定奸的 究竟所罗门是中定奸的 那你继续读所门的故事 我们主要学都会有 他祈求智慧 他不祈求发财多些 但是他祈求智慧 但是当他真的做王 但是他掌管国家的时候 他做了很多坏东西